来 关心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 爆出了狼狮性侵多名女童 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 第一时间就下令彻查 上任时也有拜托立法委员 强力修订儿少性剥削法的修法 详细情况连线给记者苏芷杰 芷杰 好 观众 台北市长蒋万安 今天上午来出席了 新生公园的台北药动馆的动土典礼 不过现在大家最关注的 还是在台北市有某私立幼儿园 传出了有狼狮性侵多名的女童 而且这是在去年就发生的 不过呢蒋万安就被说 好像没有第一时间来清查 但是蒋万坚博士 他说他第一时间就要求社会局 要求教育局赶快来彻查了 同时也要求立委来 也拜托立委一起来进行修法 针对儿少性剥削相关的法 来进行修法 我们先带你一起来听 孝心当时在议员的时候 就跟教育局社会局 来关心这个案子 有反应 我们也提出了相关 未来源头如果可以透过修法 来解决 现在大家外界可能有 借壳上市这样一律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都有透过立法委员 如果可以都在中方能够提出修法 另外呢 针对了金融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 现在啊这个市选会 两员一组有查出了一些 联署书上面 一次是有位造的一个情况 不过呢 中选会这个时候就发函给市选会 要求说如果有发现这个位造的情况 应该要先发函给对方 如果对方没有回复 也不能够来剔除 不过对此 大家就觉得 这中选会是不是有点不太中立 我们再带你一起来听 中选会应该是客观独立超然的角色 中选会现在的一些做法 确实让外界有一些疑力 甚至影响到外界对于中选会的信任 我想这都应该要非常的谨慎 你可以听到呢 蒋万也确实呼吁中选会 现在应该要有中立 毕竟呢 上周中选会除为李静荣 才到这个基隆的市选会来 也被质疑 这真的是非常的不中立 以上上最新把谁镜头 招摸此内